然,于静一功御造神迹,名家静时,江西渔功,慧都,自良辰,多才博学, 十八岁未诸生,美事必高等,年级壮,家庭受徒, 与同祥生时宜人,杰文昌社,其字放生,借银沙口过,行之有年。 前后应试七颗,皆不忠,生五子,四子并妖, 其第三子,圣聪秀,左足底有双智,夫妇保之, 八岁细于领中,岁失去,不知所知,生四女,仅存其一, 七颗哭儿与故,两目皆房,功了岛中年,贫穷益胜, 自返无大过,惨因天拔,年四十万,美岁腊月中, 自写皇书,岛于造神,求其上达,无事数年,亦无报应。 至四十七岁时,除夕与古七亿女叶座,举世骁然,七粮相调。 忽闻寇门生,功禀逐世之,建一脚精造福之事, 须法半仓,长衣就座,口称姓张,自远路而归, 闻君家仇叹,特来相慰。 功心义其人,指礼圣工,应延生平读书畸行, 至今功名不遂,妻子不全,衣食不济, 且以立焚造书,卫章颂之,张约,与之君家事久矣。 君义恶太众,专物虚云,满志愿游,独臣上帝, 恐受罚不止此也。 功大经约,闻明明之中,欠善毕露, 与世行善事,克奉归条久矣, 其尽属虚名乎,张约, 即如君归条中习字一款, 君知生徒与之交配, 多用书文旧册,无疮果物, 甚至与之试桌,且借口约物物, 而炫焚之,君日日清剑,略不戒御一语, 但御途间自止,时归复果,有何亦灾? 舍中每月放生,君随斑奔竹, 因人成事,躺诸人不举,君亦浮审而已, 其实慈悲之念,并未动于终也, 且君家虾蟹之类,亦分于袍, 彼毒非生命焦, 若口过一劫,君语言明妙, 谈者常清早于君,君彼时出口, 心意自知伤厚, 但于同谈灌熟中,随风善笑, 不能静止,舍风所及,怒处鬼神, 因恶之注,不知凡己, 乃有已简厚自居, 无谁欺,欺天呼, 邪云虽无时机, 君见人家美子女, 必熟是知,心急遥遥不能浅, 但无邪缘相奏耳, 君自反身当其境, 能如鲁男子乎, 遂未终生无邪色, 可对天地鬼神, 真妄也, 此君之规调世行者, 尚然如此, 何况其余, 君连遂所焚之书, 西陈于天, 上帝命日游使者, 察君善恶, 数年无一时善可计, 但于私居独处中, 见君知贪念一念, 极度念贬极念, 高级悲人念, 亦往其来念, 恩仇报复念, 冲冲于胸, 不可济及, 此诸种种意恶不洁于中, 神助已多, 天罚日圣, 君逃过不暇, 何有其福灾, 公经恶黄耸, 伏地流涕曰, 君记通忧事, 定系尊神, 愿求救度, 张曰, 君读书明理, 亦知目善为恶, 当其闻一善言时, 不胜鸡劝, 见一善事时, 不胜鼓舞, 但劝过劝望, 性根源自不生, 恒性事已不顾, 顾平身善言善行, 都是敷衍敷胜, 何常有一事着实, 且满腔亦恶, 起伏缠绵, 犹豫则天美报, 如众遍地荆棘, 痴痴然望收家河, 岂不谬灾, 君从今后, 凡有贪疑, 客气, 妄想诸杂念, 先具猛利, 一切平除, 收拾干干净净, 一个念头, 只理会善意边去, 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, 不图报不雾名, 不论大小难易, 时时若若耐心行去, 若力量不能行的, 亦要勤勤恳恳, 使此善意圆满, 第一要忍耐心, 第二要永远心, 切不可自多, 切不可自欺, 久久行之, 自有不测笑宴, 居家事我, 圣剑浅结, 特以此意报之, 速速免持, 可回天意, 言必, 即进宫内侍, 攻击起随之, 制造下, 乎不见, 方物为私命之神, 因焚香叩谢, 急于次日元旦, 拜祷天地, 誓改前非, 实行善事, 自别其好约, 敬意道人, 至世除诸妄也, 出行之日, 杂念分成, 非语则舵, 呼呼时日, 依旧浮审, 因于家堂所公观音大事前, 寇头流血, 敬发誓愿, 愿善念真纯, 善力精进, 躺有丝毫自宽, 勇堕地狱, 每日清晨, 遣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, 以其音响, 从此一言一动, 一念一识, 皆如鬼神在放, 不敢欺死, 凡一切有记于人, 有利于物者, 不论事之巨细, 生之盲闲, 人之之不知, 力之济不济, 皆欢喜行持, 委屈成就而后止, 岁愿方便, 广直因功, 且以敦伦勤学, 手牵忍辱, 与夫因果报应之言, 逢人化岛, 为日不足, 每月会日, 即即一月所行所言者, 就造神处未疏已告之, 持之既熟, 动则万善相随, 竟则一念不起, 如是三年, 年五十岁, 乃万历二年, 假须会是, 张将临未守福, 错为后, 宝于同乡, 为子则师, 人交口建功, 遂聘复经师, 供借卷已行, 张敬功得品, 为原历入国学, 万历四年禀子, 复经相侍, 遂登科, 四年中进士, 一日夜内兼阳宫, 阳宫令五子出败, 接其秘珠四方, 为己赐以余劳者, 内义子, 年十六, 功若熟其貌, 问其极, 曰, 将有人, 小时误入良传, 由依稀即信士于礼, 功圣亚之, 令托左足, 双至婉然, 功大呼曰, 是我而也, 良意惊恶, 即送其子, 随功还遇, 功奔告夫人, 夫人辅子大痛, 血泪奉流, 子一提, 捧母之面儿是其目, 其母双目复明, 功非其交集, 遂不愿为官, 此将领悔及, 张高其义, 后赠儿孩, 功居乡, 为善义立, 其子取妻, 连申妻子, 监狱, 西四书香烟, 功守书御造神, 并实行改过世, 以训子孙, 身强康寿, 八十八岁, 人皆以为实行善事, 回天之鲍鱼, 同理后学罗真记, 文昌帝君因至文广义节路卷下中, 印光法师曰, 观世音菩萨, 誓愿洪生, 徐生就苦, 若遇刀兵, 水, 火, 鸡锦, 崇皇, 瘟疫, 汉烙, 贼匪, 愿家, 恶兽, 毒蛇, 恶鬼, 妖媚, 怨业病, 小人陷害等患难者, 能发改过千善, 自立立人之心, 致诚恳切念观世音, 念念无见, 决定的蒙慈护, 不知有所危险, 唐人存不善之心, 虽能称念, 不过略总会来善根, 不得现实感应, 菩萨皆是成就人之善念, 绝不成就人之恶念, 若不发心改过千善, 妄欲以念佛菩萨名号, 寄己之恶是成就者, 绝无感应, 皆无发此颠倒之心也, 念佛最要紧, 是敦伦净奔, 闲邪存成, 诸恶莫作, 众善奉行, 存好心, 说好话, 行好事, 利能谓者, 认真谓之, 不能谓者, 亦当发此善心, 或劝有利者谓之, 或见人谓, 发欢喜心, 出赞叹语, 亦属心口功德, 若自不能谓, 见他人谓, 则生妒忌, 变成奸恶小人心形, 决定者服者受, 不得好结果也, 宜痛戒之, 切不可作假招子, 孤明掉欲, 此种心形, 实为天地鬼神所共恶, 有则改之, 无则加勉, 女人灵产, 没有苦痛不堪, 数日不生或至于命者, 又有身后血风, 种种危险, 及儿子有慢及经风, 种种危险者, 若于将产时, 至成恳切出身老念, 难无观世因菩萨, 不可心中默念, 以默念心力小, 不感应意小, 又此时用力送子出, 若默念, 或至必弃受病, 若至成恳切念, 决定不会有苦痛难产, 即产后血风, 病儿子经风等患, 送难产之急, 人已将死, 教本产妇, 即在旁照应者, 痛皆出身念观世因, 家人虽在别房, 亦可未念, 决定不需愚客功夫, 即得安然而生, 外道不明理, 此之恭敬一法, 不知暗世论理, 至一般念佛老太婆, 是身产未未徒, 虽轻与清习, 亦不敢去看, 旷感觉比念观音乎, 虚知菩萨已救苦未兴, 灵产虽裸露不尽, 乃出于无奈, 非刻意放肆者比, 不但无有罪过, 且令母子种大善根, 此意系佛于, 药师经中所说, 非我自出意见, 我不过为之提倡而已, 药师经说药师佛事愿功德, 故令念药师佛, 而观音名号, 人人皆知, 故不必念药师佛, 而可念观音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